这什么天牢啊 分明是个游乐园嘛 皇上恕罪 奴才实在不忍心 让殿下过于苦闷 父皇 爷爷坟里那口棺材 是这个样子的吗 还真有点像 父皇 我的手艺啊 还有一点点不如我师父 父皇 让我师父给你打一口棺材 冲冲洗吧 皇儿 你想不想出去啊 想啊 当然想了 父皇 这里边虽说什么都有 但是有一点特别不好 牵不进马来 皇儿出去 想做什么 我出去想做 皇上 殿下刚才还跟奴才说呢 说如果出天牢 殿下就想一心一意地 读书洗礼 很好嘛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奴才记得清清楚楚的 殿下说过这句话 谁都知道我诸后召集信号 我怎么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说过这样的话 殿下睡觉的时候 做梦说的梦话 我睡觉从来不做梦 奴才有证人作证 殿下是说过这话 好啊 连做梦都能想着读书 看来皇儿是大有长进了 皇儿 知道朕为什么来天牢吗 父皇肯定是想我了呗 皇儿知道 朕为什么会想皇儿呢 父皇这话问得怪 爹想宰 宰想爹 还要问个为什么 再说 父皇就我一个儿子 你不想我 想谁啊 我儿纯孝啊 不错 正因为朕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 所以才不得不把天下大事 交给皇儿 父皇 来 快快快坐 来 西娅先生 皇上 微臣在 小公公 奴才在 皇儿看好了 朝中大事 锦刻仰仗李先生 内庭大事 锦刻已托付给 萧公公 有这二人辅助于你 皇儿放个礼不败之地 父皇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把我都给弄糊涂了 小公公 奴才在 宣旨 是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皇子厚照 轩龙玉秀 红朱赵祥 俊仪宿成 伟然天日之表 环曲蜀望 一呼畅老之归 即日起 册封为皇太子 国之储君 亲此 萧公公 什么意思啊 谁当皇太子了 是殿下 从今天起 殿下就是皇太子了 我 萧公公是不是搞错了 肯定是在假传圣旨 我父皇跟我说话 从来都不这么假模假式的 哦 赵儿啊 这赵叔是给天下人看的 花儿 从今天起 你就是皇太子了 如果现在不想做 将来就是想做 也做不成 所以你得好好做人 好好读书 可千万不能整天在外面乱跑咯 父皇 父皇 我要是 不做皇太子 那你就一辈子待在天牢里 那我这些玩意儿 我的小木马 统统没收 这皇太子 你是做还是不做呀 打车 喝 那就坐吧 来人哪 换装 穿上这身行头 我怎么出宫啊 皇儿啊 你可知 父皇为了让你穿上这身太子服 凑了多少心呢 恭喜皇上 不管怎么说 穿起来还是挺威风的吧 父皇既然做了皇太子 就应该办点正经事 宫里的东西 想必父皇也吃得没有胃口了 前些日子 经事里新开了一家烤鸭店 那瓶儿啊